这个世间的不清静为清静 那我想各位这种思维模式 各位要经常练习 就像你在呼吸 你在呼吸就在进化这个世界 透过你的悲心空性吸进来 所有这个宇宙的不清静都把它吸进来 那就像空气过滤气一样 就像洗肾剂一样 要透过你的空性悲心 对三宝的信心 然后又把它转化出去 又把它转化 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个杀人犯 一个魔鬼 南无让它转化 让它生命转化 叫Ong 这个Ong就把不清静转为清静 Mani Be Me Hong 转为一种大悲心 大智慧圆满的状态 Ong Mani Be Me Hong 把一个五毒乃至一个十恶不赦的 转化为圆满清静莲花上的如意宝 就像阿弥陀佛转化 九品众生都可以转化 只要你信 它不要你修 信跟愿 它转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欧弥陀佛清静平等一样 所以大乘佛教的特点在于如此 因为万法皆空 没有不能转化的 最坏的称心 最坏的杀业 观业性本空 罪性本空 都可以转化的 那叫透过佛菩萨的转化 就像在黑暗 几万年的黑暗 你永远消除不了这个黑暗 但是佛光一亮 黑暗就自然不见了 所以各位只要一直时时刻刻 不要灰心 不要失望 不要对立 不要批评 因为任何任何的境界 包括生老病死 都可以拿来转化 所以我们修行人 现在各位准备往生 可不可以转为净土 可以把娑婆马上转化掉 所以我想重点 在你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愿力 来念佛 诵经 持咒 所以我想 仪轨百百万种 经典百百万种 目的呢 看个人姻缘 是要一级一切 入 入 你就得到转化 那么大悲 观音菩萨 对外齐寝观音菩萨 更把自己转化为 观世音菩萨 所以当然 透过名号 透过经典 思想改变 透过咒语的转化 都可以 各位要时时刻刻 保持如此 但是境界随时都在来 很无理取闹的 境界时时在来 但是你不要 被这些境界转化了 一个医生说 要帮你打止痛剂 哪里打错了 让你全身燃烧 那你要转化 这是我的业 那我可以转化它 因为越痛苦 你才会越念佛 了解吗 所以呢 越刺激 你才会越有正念 因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 也一切有它的因缘的 所以我想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 就像在一个非常痛苦 危险恐怖的地方 颠倒梦想 但是你时时刻刻转化 行身波罗 波罗蜜多时 你用智慧观照 你用佛号加持 你用慈悲射受 都可以了 去转化一切 不但转化自己 也转化了众生 就像外面 纷纷扰扰 交通 市场 shopping 唱歌跳舞 然后 枯海湖边 回头是岸 你看到这个就转化了 所以一个寺庙 你的清静 庄严 透过这些境界 你去转化你的心 你就忘掉你的烦恼 因为烦恼 从这个门跟那个门 不过只是一个刹那 一个感受而已 刚刚你被打了 一进来 消灭当了 这样而已 因为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但是你不要执着 有一个我在被打 有一个他在被打我 有一个痛 这样而已 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希望各位抓我 这个原则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很多遗鬼我们不会 很多经典太深 看不懂 很多咒语太长 不会念 但是你有心态就好了 哪怕一句阿弥陀佛 哪怕一句阿弥陀佛 都可以 那你知道这个都是在 转化自己 透过转化自己 可以转化别人 透过转化自己 可以转化别人 这很简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先转化你 然后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也转化对方 所以我想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的佛性 相信 然后让佛菩萨的力量 透过我们的佛性 就转化对方 所以不要放弃对方 不要抱怨对方 不要跟对方对立 也不需要畏惧 因为一切在内心里面完成 透过内心 广修功德 广积资良 广结善缘 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去斯里兰卡 做出功德 你如果到非洲 跟他们众生结结缘 那你将来怎么广度众生呢 所以趁着现在 各位有机会 特别在新加坡 去国际都市 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 趁 特别是趁他们 有苦难的地方 跟他们结缘 没犯的 赶快给他犯 缺钱的给他钱 要衣服的 给他衣服 对对错错 先不要管 结缘 就像我们在监狱以前 都一直煮素食给他们吃 过节过日 就进去跟他们 办御佛节 八观再戒 送东西 只是监狱还要检查一下 打佛气 我以前打佛气 都在监狱里面打了 多好通通是光头 只有男人 所以大家很认真 但是这样 他们就觉得 师父什么时候再来 因为他说 他在念佛 就忘了自己在监狱 因为大家很努力 在念佛的时候 他找到 原来我可以成佛 所以后来他们报名 典礼长都说 报名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认为是好事 因为参加 成绩好才可以让你参加 你在受行时间 表现好才让你参加 多参加几次就提早假释 因为他们已经找到那种快乐 快乐不见得有女人 吃啊喝啊 赌博啊 赌啊 快乐来自于控制你的心 快乐来自于跟 奥弥陀佛连在一起 而且他们生命越苦 越像是极乐世界 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好 自所以会变成一个流氓 也好造坏 因为他的环境不好 所以那现在有一个 圆满的环境 让他们相信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然后我们时时刻刻 关心 特别是对方需要帮忙 我们就赶快出现 这个叫普门视线 然后呢 借这个机会 所以刚刚在观修过程 有一个 你要肉我给你肉 你要皮我给你皮 你要财产我给你财产 明明对方无理一样 但是我借这个 假的跟你结缘 让你开发佛性嘛 所以我想 就像他们 这些安逸他们都很小 就出家了 十一岁 还没满十岁 所以他们一辈子就很单纯了 所以单纯的外表 单纯的声音 单纯的心 现在可伟到了 一两千人乖乖坐在这边听 被他转化 他这样生命有意义 对不对 我常跟他们说 你们在山上 念给自己听 那你到五卓二世 就像在监狱一样 念给他们听 这个有意义 就像各位只会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以前去监狱打佛妻 我带他们去 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他就跟你念 我们就做好一点 阿弥陀佛 他们就来念了 所以我们前面一排的都是 都是居士 男居士 大家就做得很好 阿弥陀佛 后面就开始学了 所以我想各位 原来佛法没有高 没有低 他们觉得这样念佛很有意义 在家里念佛打课睡 到监狱念佛都不会睡 因为有人被我们影响 这个叫大乘的根迹 有人被你影响 你就很润润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 大乘佛教就适合我们这种特别华人 这种不甘寂寞的一堆人 喜欢表现自我的一堆人 但是呢 透过这个把它转化 去影响别人 因为把自己庄严好 就像我师父常讲 各位我坐在上面 我都很认真 在读 然后观修我也很认真 我也可以影响别人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时时刻刻 透过各种方法 去影响别人 那我想讲这些 其实说 事实上我们在新加坡也好 我们台湾 大家还有一点福报 但是你到外面去看 会觉得 他们很可怜 但是也很淳朴 但是因为这样佛法就很深入 他们信仰很单纯 但是借这个机会 我想都跟他们结缘 就像在泰国青睐的部分 我们路易法师那边帮忙 然后呢 当然在曼谷部分 我们也有一个协会 那边多 在曼谷多一点 就是对动物的关怀 私食啊 超度啊 做阉共啊 用各种方法 那因为我们既然讲 菩提心 那我们就要对整个 虽然讲法界 但是眼前这个世界 所以可以做什么 那就尽量去做 所以各位听我们这样说 就是说 我们的出家人 他的生命力 既然出家了 那整个生命力 就是在服务众生 所以我每天都 拿个牌位 我就会念念念念念 全部给他念一遍 我自己也随喜一遍 然后呢 我发觉这样就 好像很容易超度 很容易对方 会给我打电话说 现在不痛了 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个 还是要有功德力的 除了佛力 再加上这个功德力 那对我们的内心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斯里兰卡那时候 也有成立 刚刚讲的就是 未婚妈妈的希望之家 那现在第二个方法是 因为当地的环境 如果我们直接成立 有时候很麻烦的话 就是说 就像战日法 去接触他们 比较端正的 需要帮忙的端正 就直接护持他们就好了 以当地人的方法 那我们只要出钱 但是你要了解他 他们做得很正 所以透过当地人的了解 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爱心呢 融入在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华国有慈悲协会 德国有慈悲协会 匈牙利 英国 加拿大 各地方都有慈悲协会 所以我在这边 我也跟雪莉鼓励了 我们新加坡 还是可以帮忙很多很多的 特别昨天谈了就是说 希望大家去学老人关怀 老人学了有一点技术 甚至这边哪一个 执照最好 再加上佛法 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去老人院关怀 当然将来因缘成熟的话 雪莉说 找个地方 办一个日间老人院 至少他们白天来 晚上回去 跟我们万佛是也有 所以各位 我们还没有成立 所以你先送到万佛里好了 白天晚上回去 最主要是给他佛法 他懂得在临终之前 懂得念佛 懂得忏悔 少病少苦 得生净土 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走的那一步吧 但是现在这个老人问题 已经变成世界问题 所以也因为如此 我们懂了佛法 老人院到处都有 西方国家 我到日本多的是 但是如何让他们这些人员 懂得佛法 用佛法来照顾这个老人 那才是少病少苦 所以就可以减低很多 不必要的痛苦 气缺 那些痛苦 懂得念佛 懂得忏悔 所以我想关心别人 也是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也可以超越自己的问题 所以利用今天晚上 跟各位谈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那我想各位在周遭左右 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你要去关怀的 对方的小朋友 虽然环境很好 然后呢 不好教 或夫妻关系不好 你一定要参与 你不能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都给他回向 有机会跟他讲话 告诉他们夫妻相处的方法 儿女教育的方法 照顾老人的方法 甚至很多老人对儿女 对媳妇不甘愿 抱怨 所以那你要用什么样 佛法的观 因果观 所以这些各位都要主动关怀 而且不是说 你要会才会去关怀 就是我不会 我要想办法 好吗 跟他回向 去找答案 请求诸佛菩萨加持 因为这就是你的功课 所以文殊菩萨讲了 因缘就是老师了 被你听到 被你看到 被你知道 所以现在有很多医院认识我 他们只要有往生者 就传给我 英国的 美国的 我的手机要念到天亮 所以要帮忙帮忙 把手机也转给 英国的给你念 美国的给你念 大陆的还得了 念不完 那我这个人又热心 我想说 知道了就是妈妈 我要写牌位 超度 念 我都念到沙哑 所以牌位越来越多 但是就越来越努力 但是我认为都是缘分 因为我认为找得到我的都跟我有缘 不然找不到我 但是我尽力就好 但是我认为尽力也不会 反正都是因缘排得好好的 一切都会好 但是就是尽力就好 当然如果能够把佛法这么好 但是跟我有缘的不多 但是各位你要透过你的缘 把佛法给他们 因为他们又老又病 家庭问题 儿女问题 有了佛法 才可以帮助世间所有的一切 用英国关系 用超度 用冤心在主 用忏悔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只要身体哪里有病 你就赶快写一张牌位 你不要认为说 这个病可能做太久 我跟你讲都有众生的 一下你脚痛 一下你膝盖痛 坐在这边 都有众生的 你就给他写一张牌位 跟随在我膝盖上的受苦亡灵 给他取个法号 这个法号如果你不会 你认为他是女生就加个词 你认为他是男生就加了圣人的圣 这个有传承了 你再加一个字 然后就把你今天功德给他 或者发愿替他点49盏灯 念七部心经 你就发觉当你知道他存在 给他写个牌位 有个名字 痛就停了 然后你再给他超度完以后 没事了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你要 你的生命你要自己知道 你才会有经验 像我哥哥的癌症 他很紧张 要死了 三昧璀璨决定拜 然后忏悔一下 我说你再去检查 我哥哥跑回来 医生说零 指数为零 他也觉得 他有没有搞错 我说你倒到别的医院再查查看 因为冤青在主义超度 他真的就是恢复零 连开刀都不用 医生也觉得 哇 我失业了 你找哪一个医生 佛陀佛陀 所以我想各位 做替身也一样 做替身也很准的 你要很认真 你一定要 就觉得舒服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 我不是带各位迷信 我不是带各位自我疗愈 自己改变自己 用你的心跟他对话 用你的行为感动他 你就跟他解一个缘 但是我现在 我不关心自己痛 因为我认为 我这个痛都三分钟 五分钟就过去了 因为我已经太有信心了 只是我很关心 对方现在离苦了没有 这个比较重要 而且我现在更关心 不是他离苦 我还问他 他有没有去净土 念老半天 有没有去净土 我至少多送一个去净土了 我很高兴 对我来讲 我只是一个 一点点的感应 偶尔不方便一下 这样 所以我想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 只是因为你习惯了 那个酸 那个痛 那个痒 然后你都认为是脑毛病 那不是脑毛病 那是新的众生 你今天来参加法会 可能好了 再过三天 这个脚也有一点问题 你又重新给他写一张牌位 那就给他 你会觉得好有意思 我这个身体还可以度众生 还可以让众生超度 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君 口罩实名制2.0已经上线咯 即日起 除了原本的药局 卫生所之外 也可以在网路预购口罩 以下提醒大家 第一点上网搜寻emask口罩预购系统 搭配读卡机和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APP 点选健康存折功能 完成手机认证之后 就可以预购口罩 第二 成功预购者将收到缴费简讯 第三 完成付款后 可凭取货序号及证件 与指定的超商领取口罩 最后提醒大家 网路只能预购成人口罩 定须加收物流费7元哦 戴帽海归 以德抱怨 在泰国 有一座美丽的小岛 岛上的居民 大多以捕鱼和贩卖旅游纪念品为生 巴玉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成为了渔夫 嘿 巴玉 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还不错 抓到不少鱼呢 你呀 别看巴玉年纪轻 他捕鱼的技术 是一点都不比我们差呢 是啊 巴玉这小子的确厉害 有一次 巴玉捕鱼归来时 看见了几个孩子 正在沙滩上围着一只大海龟 而那只海龟腹部朝上 无法转过身来 只能无奈地任凭那几个孩子玩耍 呵呵呵 太好玩了 你们快看他 简直就像个陀螺一样 是啊 这一次他是逃不掉的了 那些孩子在做什么呀 哎呀 这只海龟还真大只啊 是啊 我们刚才在海边抓的 他想逃跑 就被我们几个把他翻了过来 这下子可跑不了了吧 巴玉无意中 看到了那只海龟的双眼 他那含着泪水的眼睛 正望着自己 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与求助 小朋友 我拿钱跟你们换这只海龟吧 你们拿钱去买糖果吃怎么样啊 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 你看这些钱够你们买糖果了吧 够了够了 反正这只海龟我们也玩够了 他现在是你的了 那我们快走吧 去买糖果来吃 好了 别怕了 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这只海龟被翻过来后 巴玉惊讶地发现 他的背甲上 有着美丽而又色彩斑斓的花纹 但一般海龟的背甲花纹 整体都是一样的 他的却是分成了若干块 好特别的海龟啊 他的背甲可真漂亮 这只海龟获救后并没有回到大海里 他一直跟在巴玉的后面爬 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呀 难道你不想回大海吗 莫非你想跟我一起回家 那好吧 既然你愿意跟着我 那我们一起回家吧 在巴玉的细心照顾下 海龟长得越来越好 后来巴玉才知道 原来这只海龟竟然是价格不菲的戴帽 好大的一只戴帽 你刚刚说什么 年轻人 这只戴帽是你的吗 是啊 你说它是什么呢 戴帽 对呀 这是一只戴帽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戴帽 你看它的背甲多么漂亮啊 年轻人 你愿意把它卖给我吗 卖掉它 不行 它就像我的家人朋友一样 我怎么能卖掉它呀 年轻人 我愿意高价跟你买 卖了它你可以拿到很多钱的 你别白费口舌了 我是不会卖掉它的 我们走吧 该回家吃饭了 这么大只的戴帽 真是罕见啊 不行 我一定要买下它 别再跟着我了 就跟你说 我是不会卖掉它的 年轻人 你现在不卖也没关系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 想卖它的话 就打电话给我吧 啊 工艺品店 巴玉从来没有想要卖掉这只戴帽的打算 但是半年后 它却有些犹豫了 因为它的女朋友要求它买一间房子 巴玉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买栋房子作为我们的新房吗 哎 现在的房价实在太贵了 我赚的钱根本不够买房子 亲爱的 我看我们还是先住在现在的这间房子吧 你说什么 巴玉 你过去对我说的话 原来都是骗我的呀 啊 我没有骗你啊 我原本真的有打算要买栋新房子的 是吗 那你就买呀 你什么时候买 我就什么时候跟你结婚 哼 啊 新房子 我哪来的钱可以买房子啊 这只戴帽又大又漂亮 我愿意高价跟你买 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 想卖它的话 就打电话给我 最终 巴玉还是打电话给了那位工艺品店的老板 喂 老板 我是巴玉 我愿意卖那只戴帽了 工艺品店的老板 得知巴玉愿意出售戴帽后 非常高兴 他立刻开车来到了巴玉的家里 你会把我的海归杀掉吗 杀掉 怎么可能呢 活着的戴帽被夹 现场加工成工艺品 是价格最昂贵的 一来很稀少 二来 代表着买到工艺品的人 会像龟一样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会把它饲养起来的 嗯 不会杀死他的话就好 巴玉看着海归 心里有些不舍 但是金钱的诱惑 最终获得了胜利 他卖掉了海归 并安慰自己说 反正海归不会失去性命 说不定他会过得更好 后来 巴玉在工艺品店 再一次看到了那只海归 现场制作戴帽工艺品哦 大家可别错过了 接着 工艺品制作师 用刀顺着海归背甲的缝隙 慢慢地伸进去 画开一个口 等到那片要取的背甲松动后 就用钳子 硬生生地把背甲拔起来 海归痛苦地 把头脚缩进背甲中 他的眼睛充满泪水 巴玉被这一切吓呆了 他看着海归 无助的眼神 冲动地想过去 把他带走 可是 摸了摸口袋里的钱 想到了 对女友的承诺 最后 他还是离开了 从那以后 巴玉 便再也没有见到 那只海归 直到 半年后的某一天 巴玉 听说过几天 你就要结婚了 对啊 还有十几天呢 那你怎么还出海捕鱼啊 结婚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没办法 结婚要花不少钱 我要多抓些鱼 卖钱才行啊 你都买了那么大间的房子了 还说什么没钱呢 就是嘛 巴玉 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好 我看你就别出海了 没关系的 我去去就回来 然而 巴玉出海没多久 可怕的飓风和海象 羞涌地吞噬了岛边的一切 而巴玉 也被滔天大浪 卷入了海里 救命啊 救命啊 好难受 完了 这次铁钉没命了 昏昏沉沉中 巴玉 隐约感觉到 有一股力量 拖着自己 往沙滩边的方向 奋力地拉去 他睁眼一看 看到了自己曾经饲养的海龟 他那美丽的背上 只剩下颈部后面三片大大的背甲 其余的地方满是伤痕 海龟是趁海象冲毁了商店的水池后 跑出来的 是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这样对你 你竟然还愿意救我 这只戴帽海龟的孤独